走出国门远赴海外 危险都会因为安全意识的缺失而随时发生 因此我们要了解这些安全知识 才能避免这些悲剧降临在我们身上 一 出行前要了解索取国家的政策法规 关注该国家的新闻 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 二 出行前购买好人生意外险 以防万一 三 尽量选择安全的区域 并通过正规的房屋中介机构租房 门窗最好配备防盗锁 门上应该装有插锁 安全链和猫眼 四 尽量避免晚间独自外出 尽可能多和家人或朋友沟通 让家人或朋友了解行踪 我给你打了一晚上电话 你去哪儿了 五 如果有人要进入房间 需核实其身份 不要让其随意进门 六 外出时注意周围环境 以防被尾随跟踪 七 如果发现有冲突爆发 请立刻离开现场或者通知警方 遇到抢劫时 可视情况滋味 或者大声呼救逃跑 要善于利用身边随处可见的逃生力气 九 驾驶车辆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系好安全带 戴好安全帽 十 等公交车不要去偏僻的站点 事先查询公交时刻表 以避免长时间等待 最重要的就是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如果预感不对 36G走为上策 熟知安全知识 保护自身 从我做起